警方帶隊破門衝進去 一看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衣衫不整 另一邊有人發現警察來拔腿就跑 警方一個箭步 把人抓住往地上一拉 大批警察上門抓人 不是抓詐騙 也不是抓槍毒 這次是來掃黃的 男生女生看到警察都嚇一跳 衣服都來不及穿 這邊是台中豐原新一街157巷 整條150公尺的路 至少有18間 在座私藏聊 附近店家跟居民都知道 這條路做特種行業 事情會爆出 是因為有民眾日前發現 警方竟然持長槍在街上走 甚至圍起封鎖線 你根本是阻擋不了這個東西 它是有需求的 那才會有存在 警方證實是去抓性交易 不是槍械刑案 這次一共有14名女子落網 有本國人越南籍以及泰國籍 另外有4名男性巡訪客 就跟倒垃圾一樣 你每天都要到 可是沒有人願意把垃圾場 建到他那裡 所以只能說我們政府能不能夠 就是真的想出一個辦法 在地里長受訪坦言思昌寮存在已久 目前因為不合法 性交易被抓只能認了 警方調查 女性工作人員以每節15分鐘 收薪台幣1500到1800 招攬難客 另外有13名外籍女子 以觀光名義來台 被抓的下場 就是送移民署查辦 TVBS新聞蘇探瑩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